Hello,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我是Dandy 在这里呢,希望提供给你一些生活小建议 你可以参考,可以预防,也可以鄙视 希望你从中呢,获得一些思考的新方向 今天要聊聊,其实你应该了解 滑手机滑到脸烂,身体也烂了吗? 手机就是你的健康隐形杀手 今天会有这一集呢,就是我最近听的很多Podcast 大家都不约而同在聊说 他们自己身体最近出了一些状况 那不同的网红或KOL 他们分享的个人经验跟个人的一些身体毛病 我后来听完之后觉得,诶,怎么兜起来 结果全部都跟手机有关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聊手机让你的健康受损的问题 首先第一点呢,我跟你说 很多人都栽在这件事情上面 但是不自知,就是蹲马桶的时候呢 滑手机,所以你大便的时候时间会超级长 甚至有些人还会就是因此而,就是痔疮或是便秘的问题 为什么呢? 简单来说就是因为滑手机一滑 你就忘了时间,就坐马桶坐很久 那因为你在那边坐很久,你其实没有专心在上厕所 就会导致你容易越来越习惯上厕所 就是要这么久才排得出来,排得干净 或甚至你根本就是已经变成那种仪式感 就是一定要在那边滑个15分钟,20分钟你才爽 但是久而久之,你的这个排泄的行为 只有会默默养成这种恶习,就是越上越久 但其实我跟你说 我自己有研究过一件事情,就是当你上厕所不用手机的时候 速度就会快很多,因为你就要赶着去做别的事情 就很浪费时间 以前的人在智慧型手机还没有这么盛行的时候 很多人会看书,或者是没有书的时候 他真的无聊到一个透顶,在家里面的时候 你就会看那个沐浴炉后面的一些什么有效期限成分啊 或是还那些标语啊,图片啊,什么之类的,就会欣赏这些细节的文字 但如果你看小说看书,也是一样的问题 就是会越看越录迷,然后上厕所越来越久 所以我从小就意识到这件事情 所以我从来不会在上厕所的时候看书 或者是现在长大之后,也打死不会用手机 即便手机就在我正前方的包包我也不会拿起来用 大家会觉得很荒唐,大家想说 啊,你上厕所,你带手机为什么不回讯息 或者你为什么没看讯息 因为我不会用手机,不会滑手机 我就是专心的上厕所 我跟你说,上厕所真的就是要专心的上 甚至我觉得连吃饭也要专心的吃 不要看手机 因为它就会降低你的专注度 你吃饭的时候滑手机 你有没有发现你就是边看边吃 然后后来你吃完这顿餐之后 你根本忘记你刚吃了什么 你就是已经惯性自动导航了把饭给拔完 把面给吞下去 你其实看的是那个剧情的内容 或是看那个什么短影片 搞笑的迷因梗涂什么之类的 就是你忽略的眼前的美食 上厕所其实也是 你就忽略要用力 忽略说我现在是不是差不多可以走了 我现在是已经结束了 你懂吗 你就是想说滑手机就是这个影片 啊,再看一下好了 啊,这个影片看完好了 看完再起来好了 或是看完再洗澡好了 去吃会越拖越长 那真的是非常的不健康 接下来第二点关说 滑手机滑到脸烂掉 身体也烂掉的问题呢 就是二 我跟你讲 这一点真的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会做 但我个人每次看到我都是胆战心惊 我个人就是算小有洁癖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值得提倡 大家就是手机拿到哪放到哪 尤其是那个餐厅的桌子 有够油,有够粘 有够脏 上一个人那个饭粒还粘在上面 你的手机就大啦啦直接放在上面 直接放在桌上这样滑 然后配饭吃 或者是你就是不管人在何处 你就是到那个地方 你手机就直接摆在那个桌上 摆在那个路边旁边这样子放着 然后一边在做自己的事情 我每次看到那种去餐厅 那个餐厅不是那种就是你号称是那种 整洁度百分百的餐厅 是那种路边的小吃摊 你可以想象到那个他们就是球快 所以就是那个抹布 不知道擦过几个桌子 然后上面可能拧一些范例 就以快速为主 但也这样没有不好 只是说那如果是这样的环境的时候 你的手机就不该直接的放在桌子上 但问题来了 你说我放在桌子上 我拿起来之后我会擦一擦 OK如果你真的拿起来之后 你会立马拿湿纸巾 酒精再重新插过 我觉得好 那也算是过得去 但我跟你讲 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拿起来 就直接贴着脸在讲电话 就在那边滑 就是你知道被盖拿着 你被盖可能刚年那堆酱油跟油渍 你就手拿着 就开始使用它 开始可能传讯息玩游戏什么这些 那你这只手摸过那个被盖 上面粘满的一些有的没的油渍 你之后比方你还去摸你的脸 摸你的调整你的头发 或者补个妆 或者去摸你的所有的一些什么文件 摸你的电脑 摸你的其他的什么包包的用品 这些东西就会默默把这些油渍 把这些污渍黏到你的脸上 因为绝大部分的人吃完饭之后 不会去洗手 而且你手机也不会清洁 你就放在桌上拿着就走 就到下一站去 比方说公司或是朋友家 或是别的地方咖啡厅 你又会把手机放在那个桌上 那就是一直不停的沾染所有的污渍 重点来了 即便好你就是退一万步讲 说我在外面我的手不会摸我的脸啊 我的手机好啊 就脏就脏嘛 没关系啊 那你回到家 你会重新的擦你的手机吗 你不会 你不会重新拿酒精消毒 你也不会重新的用卫生纸 什么沾石封湿纸 重新的擦过你手机 你手机拿回来又放到你的床上 你的枕头 或是你的床头柜 那床头柜就是你满了 早上一直以来的细菌 那你本身可能会觉得说 我本身蛮爱干净的啊 你看我每天回去 我一定要是洗完澡 我有洁癖 洗完澡之后才躺床 才躺我的沙发 但你的手机脏成这样的时候 你怎么没有想过 你的手机就直接放在桌上 直接放在你的枕头上面 直接放在你的脸上 而这就是为什么那一点会长痘痘的原因 接下来第三点关说 滑手机滑到身体烂掉 就是三 这点剑有聊过蛮多次 就是简单带过 就是蓝光危机 你在睡觉之前 就会小滑个五分钟 五分钟就变成半小时 小滑个十分钟就变成一个小时 然后放假的时候 更肆无忌惮 一滑 本来半夜十一点就躺在床上 想说我该睡咯 开了小夜灯 然后想说我滑个十分钟就睡了 或者这个剧 看个YouTube就睡了 结果一滑 两三个小时过去 你就在这个昏暗的灯光下面 看手机 看两三个小时 但一般人 不会把手机调成蓝光模式 或者是你的小夜灯真的非常暗 光源不足的状况 像你的手机又刻意把那个亮度调亮 你的眼睛真的就是长期的照射下去 就很伤眼睛 那这是睡觉之前的问题 还有些人呢 你会发现有些长辈 他们很喜欢把那个荧幕的亮度调很亮 加上他们可能就老花眼或近视 又要把手机拿着贴在自己的鼻子前面这样子看 就非常的亮 眼睛当然会受损 当然还有那种年轻人就是使用手机的时间过长 整天在打游戏 或者可能滑IG滑抖音 用太久也是个问题 更不用讲 最近天气就忽冷忽冷 太阳还是很大 中文是想 人在户外里面 你拿着在那边 坐在那种顶阿卡 在那边滑手机 那个亮度 你真的点开亮度 看它都是100% 看似你以为就没有很亮 但其实那个亮度是非常的亮的 长期看也是会满上眼睛的 所以一定要小心 接下来第四点关说 滑手机滑到身体烂掉 就是四 各种身体酸痛的问题 你知道滑手机会滑久了 你的手肘真的会酸痛 而且你知道 手机如果你有装什么壳 比较特别的 比较特别重这样子 你手机上一只手拿着在滑的时候 你的那个小拇指要去顶在那个 手机的下缘 九中的小拇指只有一截 也会非常的酸痛 大拇指滑得太起劲 你如果是打游戏 什么这类的 你知道也会长剪 就这些细节 你会觉得说没什么小事情吧 但我跟你讲 最常发生就是 躺在床上姿势不良 或是赖在沙发上面 你就是贪轮在沙发上面滑手机 那你贪轮在沙发或床上 你不可能正经为坐 或者是做得很端正 你就会越来越懒散 越来越烂闹 就整个人就会呈现一个 不规则 不符合人体工学的姿势 在滑手机 久而久之 你就觉得 为什么我们是 躺床上躺完 就觉得肩膀有够酸 然后脊椎有够酸 而且如果你是趴着滑手机的话 你的颈椎的压力也会很大 因为你不可能滑一下下就结束 还有你的那个 有些人就是可能连那个偏头痛的问题 就是因为你长期趴着 你两只手撑在床上 那你的头要靠你的脖子往上沉 这样顶着 意思是这样滑 滑久你就觉得脖子特别酸 而且会容易偏头痛 我个人有这个问题 所以我很少会趴着滑手机 所以像这种姿势不良的滑手机 真的会衍生各种什么脊椎侧弯 或是肩膀酸痛 或是手会滑久也会觉得酸痛 就各种各样的酸痛 就会吊上你 现在第五个关于说 滑手机滑到身体都烂掉了 就是五 走路开车骑车滑手机 真的很多人因此出车祸 出车祸其实都蛮严重的 你不是撞到别人就是被人撞 这就是废话 但是问题来了 你撞到 就是手机掉到地上 可能碎掉什么这萤幕 保护体也烂的 就算了还试小 有时候是你身体就因此而受伤 那真的是得不偿失 所以走路骑车跟开车 我看到那种有些就是不是Uber 我也不是什么Full Panda 你需要看什么 我等一下下一个要接单 或什么这些的 它就只是单纯 我看到他们路边停在那边 然后秒数明明剩下五秒三秒 它也是硬要拿起手机这样滑 不是有那个指甲的 拿起手机滑 然后等到那个都变绿灯 大家后面都已经超车 它才赶快把手机收到那个前面的置物栏里面 然后它开始催油门 那有时候后面就会追撞 或者不小心擦撞到 那就是有时候 撞的力道太强 那个颈吹也是会受伤 更不用讲 像这种骑车 就是你如果真的要看路 或什么这样 你就骑到旁边去看 有时候看他们根本就不是在看路 也不是看什么重要 什么接单 就是单纯在回编讯息 或是在看抖音 看一些什么短影音 说你有这么敢吗 就是停车 就是剩下五秒钟 十秒钟 你要点个影音来看 有必要吗 就真的要留意 好了 今天就是以简单的五点来聊聊关于说 滑手机滑到身体烂掉 脸也烂掉 手机就是你的健康隐形杀手 千万要小心 昨天我要介绍一间手摇饮料店 叫做约翰红茶公司 这间店呢 其实我真的没有喝过 因为它其实一直名列 什么大台北地区票选 最好喝的饮料店排行榜的前几名 后来呢 我这次在内湖去买东西的时候 就经过 我想说 诶 可以喝喝看 他们家的装潢 就是非常形目的蓝白配色 那我买这间是在内湖的 江南街上的分店 那它的东西主打 就是奶茶系列 还有纳提系列 最受到欢迎 那若林本身对于他们的饮品 就是非常的陌生 因为它都是有些什么茶叶 或者是他们特殊的名字 你就是看着 说是什么意思 就是什么饮料 不懂 你就可以问店员 说这款的差别是什么 他们就很热心的 很贴心的告诉你说 哦 这就是茶的浓淡啊 来推荐给你 那这样你就可以点到 你喜欢的口味 我个人觉得 他们家的鲜奶茶 就是所谓纳提系列 是蛮好喝 那个茶味非常的香 一入口 那个香气 就立刻窜到你的鼻腔去 就是说好厉害哦 就果然是名不虚传 那今天叫做 约翰红茶公司 又再次推荐给你 相关的资讯呢 我拍影片 我放到IG 其实你应该 请大家去IG搜寻 其实你应该 按赞追踪起来 我要先动多发 多有趣的及时新闻 还有梗图 所以你一定要追踪 才看得到 好啦 那就是今天的 其实你应该 下次见哦 然后再次推荐